要停止審查,等到BOT重新的確認,會持續進行 而且環評也重新審查通過之後再行審查 那我們知道定局長的借調即將期滿了 12月25號就要回到學校 所以這個案子的審查的過程跟結果 其實大家都在看,這關係定局長的學俗親譽 所以我們請各位委員大家能夠多多幫忙 讓局長可以安全下樁 我們看禮拜一的時候有另外一個案子 是慈濟內部園區的都市計劃的審查 那林副市長他也是12月25號就要回到學校 抬到城鄉所 他就很聰明的安全下樁 就交給下一屆委員來審查 所以其實今天會有兩個可能的結果 一個是今天會不會是給財團一個鄰居丘波 還是說是給市民一個懷念的畢業禮物 其實在今天的審查 希望各位委員大家一起來幫幫忙 那在實際的案子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比較堅持的委員 很願意的去幫民眾來提程序的問題 那當時林副市長有提了 有說這是陳其民眾的意見 他不去討論的時候 就有一些有正義感的委員 把民眾的意見直接拿來問開發單位 那所以能夠讓這個案子有比較實質的去交 那我們覺得說今天這個案子已經討論了那麼久了 其實這四年的民意已經有非常大的一個轉變 那11月27號市議員選舉的結果 我們也看到公開表示反對的議員是全署的當選連任 那包括甚至是大安文山區的林毅華 他是全台北市的最高票 他在選舉過程裡面 甚至在之前的許多說明會 大家都看到 他是很公開反對這個案子 而且他是執政黨的市議員 那其他包括李慶元 或是民進黨的 周伯雅、徐家欽、李慶豐 以及松山新一區的 不管是許淑華、洪建議還是張茂南 甚至是國民黨的這個戴錫青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關注這個案子 也都持續在訂這個案子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年的轉變 四年前大家對這個巨蛋沒有什麼了解 當時的案子就衝出的BOT就簽約通過了 那當時很多委員當時也不是 也沒有也沒有參與這個案子 那都是接到這個案子 接到手上的時候才發現問題那麼多 所以現在的狀況 我們覺得情勢竟然已經改變 大家就應該要就這個程序的問題好好來討論 而不是在這邊一直的混下去 那我們這個案子建長已經糾正 那整個推動的程序其實已經實質的停擺 整個BOT的合約一定會再重新翻過 或者是被否決掉 那也很清楚的是 市政府已經對遠雄裁法 因為他遲遲拿不到建照 那很清楚他團品沒有過也不可能拿到建照 所以改善期限是到12月31號 那這段時間也不可能 再有新的變化產生 所以我們覺得既然這個案子是會被終止的 那我們在這裡再討論 它的一個細部的調整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特別是我們看到 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內容 其實 只有變更3.3% 那這個是非常微乎其微的 這並不是一個大的變化 這是一個非常微小的變化 這麼微小的變化 我想請問各位委員 難道你們的審查標準比環評更寬鬆嗎 環評都可以把它因為量體過大而否決 那我們這裡是 他退了3% 我們就讓他通過嘛 這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那麼多的民眾大家都來關心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這已經是最後一次可以發言的機會了 那所以 包括像陳青花陳理長 他也趕到現場 應該都讓這些 能夠到的 朋友都能夠在這邊發言 謝謝 我想我對 我對於你們發言的這個權利 都非常的維護 而且呢 時間只有增加沒有好多 但是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案子 請大家注意好不好 大家也請來 這個 維繫這個 這個我們共同的這個規則 再來我們法 法福啊 這個您在家裡律師 這個會的 我們在看嗎 他在看嗎 主席上去什麼 他的 他的議員是誰 他在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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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主席各位委員好 我是法律輔助金會 林三家律師 各位可以看這個 這個我這個 因為 因為你們沒有準備那個 可以投影的機器 所以好像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最近我去那個 美國的紐約中央公園 我特別再去 呃 觀察一下這個 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啦 那裡面我發現就是說 它有一些 設計是那個 然後有 有些就是說 你走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低 所以外面的那個 樓房看不到 你會覺得你置身在 雖然你在紐約的市中心裡 覺得你置身在原野中 那感覺真的非常的好 那這個照片是 其中它有一個部分 也有那個棒球場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它有棒球場 這個就是體育園區啊 這就是人民的體育園區 那我們今天蓋這個大巨蛋 這個不是人民的體育園區 這屬於財團的體育園區 人民沒有辦法使用 你如果今天要去打棒球 你要花多少錢 你進得去嗎 所以這個案子哦 是一個違反民主的一個案子 那我要剛 還沒進來之前 呃 好像 禁止攝影 沒有法源依據啊 這個很基本的 行政法的概念啊 就是說你今天要限制人民的 基本權利的話 你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據 那今天貼那個注意事項 那個沒有法律依據啊 你今天不能限制人民的 錄影攝影 特別是在這麼 影響這麼重大的一個案子 怎麼可以這麼 資訊不公開呢 那我們所了解就是說 政府官員偶爾都會有一些 人發現說貪污啊 幹嘛的 做一些壞事啊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 政府官員都會貪污做壞事 但是如果 資訊不公開的話 就很容易做壞事 好不好 那我要談的是 我們呃目前有在幫這個 呃社區的居民 以及幾個關心這個案子的環保 公益團體在打一個 呃公民訴訟 那這個訴訟就是在 在指責這個92年的這個環評哦 是一個無效的環評 為什麼呢 因為管轄機關有問題 其實這個案子是中央要審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可以審的 那另外一個 他們有考慮替代方案 比如說 市立體育館那邊蓋了一個小巨蛋 這樣的一個分析 竟然沒有當作替代方案 要不要蓋這個大巨蛋的分析 而且這兩個小巨蛋大巨蛋的地點 不超過直徑 不超過那個辦公里 這麼這麼近的地方要蓋兩個巨蛋 這個問題很大 那本件的重辦的環評 在今年6月28號已經貴府自己把它否決了 貴府自己把它否決了 現在還在審 突審 依照環境想評估法的規定 環評是一切開發案的基礎 你今天環評沒有過 你在審這些突審 到底在審什麼呢 你沒有環評為依據 你的都審的結論一定是違法的 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因為你都審是 堅基在環評的基礎上面 如果說你們不願意 沒有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的法制的基礎被破壞了 我們的環評制度被破壞了 就是這樣很糟糕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要變成戒嚴時代也可以啊 我們變成共產國家也可以啊 就是說這個是取決於我們執政 就是說各位不管是府內的委員 還是這個專家學者代表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思考這個民主 什麼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體育文化園區啊 謝謝 好 謝謝林律師 我深奢基人 有意有ially 我先挑戰 有意有際